虎扑12月25日讯东方体育日报撰文称 恒大是晶圆足球始作俑者 上岗是诸多挑战者中的翘楚 足球本就是一项十九富珠型的事业 现新新政是时到的良心 相关文章写道 良心忽然之间成了今年中国足坛最火的词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足协职业联赛专项治理会议上 中国足协主席陈虚元一句还不觉醒 难道良心已死吗 成为这个冬天最任者人心的发言 中国足球 有多少良心 这个命题实在太大 但其实归根结底 中国足球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多少快乐 所有人心里都会有一杆标志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良心的前提 应该还包括了耐心与恒心 前不久的中国足协职业联赛专项治理会议上 中国足协对外公布了2021赛季各项职业联赛新政 这其中对于俱乐部投入 本土球员及外援薪酬标准 都有严格的划分 其中中超一线对国内球员单赛季个人薪酬不得超过税前500万人民币 中甲和中以国内球员分别为300万人民币和120万人民币 与此同时 中超俱乐部国内U21球员单赛季个人薪酬不得超过税前30万人民币 而在备受关注的外援薪酬标准方面 中国足协固定单赛季个薪酬不得超过税前300万欧元 此项在今年执行的标准中为税后300万欧元 一进一出之下差别不小 举个例子来说 一年前税后300万欧元的标准 还能够匹配欧洲俱乐部准一线球员标准 而如今税前300万欧元的标准 就连刚刚离队的原富力外援中卫托稀奇都不愿多待 至于俱乐部总投入方面 按照新政要求 各家单赛季年度总支出不得超过6亿人民币 足足比一年之前打了个对折 这是中国足协有史引来出太过的最严厉 对直接的线心与线投入政策 之所以给人感觉如此震撼 主要还是与以往的对比太过强烈 近20年来 中国足球的整体成绩和技战术水平 与国内职业联赛一度水涨船高的球员市场成十足的反比 中国队上一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阶段 还是在遥远的2002年 不仅如此 包括成年国家队在亚洲杯 各系列国次号球队在奥运会 亚青赛等传统洲际大赛上的表现 更是一届不如一届 足球不仅没能为老百姓带来更多快乐 反而一次次让大家伤心而归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 国内职业联赛的表面繁荣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 联赛是足球发展和普及的基础之一 不过相较于运转已成体系的欧洲足坛乃至邻国日本韩国足坛 中国足球在底层建筑上的匮乏 成为制约足球整体水平的关键 顶级联赛高架轰墙顶层球员 基层联赛一口借买卖优秀好苗子 中国足球的基础土壤尚未见稳及遭破坏 这些情况均蕴藏于所谓世界第六大联赛的头衔背后 这种情况下 根据足改总体方案的要求 中国足协作为专项整治的执行者 开始了一系列措施 先为人知的是 根据最初的设想 今年刚刚颁布的有关国内外球员薪酬标准 曾一度被建议在2019赛季就开始执行 不过这样一来造成的前后反差实在过大 经中国足协级相关方面沟通和推敲之后 最终决定将这次现新政策拆分为两年来完成 恒大上岗都在转型 此次中国足协新政出台 其最关键的部分无外乎对晶圆足球的阻击 既要阻击 那麽首当其中要改头换面的 自然是那些在晶圆足球浪潮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球队 不可否认的是 过往10年联赛中 真正吹响晶圆足球号角的 正式把官网广州恒大 恒大进入足球支出 就用超出市场常规价格的转会费 工资金金 赢求奖金 赢求三条线上招揽来当时国内最优秀的本土球员 政治 孙强 奥林等分支他来 赢求三百万元 赢求一百万元的奖金方案 哪怕放到现在也属于领先集团 更不用说是在前十年间 伴随着恒大在中超赛场掀起的热潮 投资方的主项业务上有了丰富的收获 球队本身也成功在联赛中实现一统江湖的局面 毫无疑问 恒大在所有人还没防备的情况下 打了大家一个坐手不及 本土球员之外 穆里奇 克莱奥 孔卡巴里奥斯 迪亚曼蒂 希拉迪莫 保利尼奥这些名字 也都与恒大联系到一起 这还没有算上自始至终没能打出名堂的四千万先生马丁内斯 依托金元足球的优势 恒大在竞技场和商业场取得双丰收 受此影响 中超其他球队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进入到竞争当中 上岗 申花 苏宁 国安等 逐一贡献了各次大手比 其中上岗从2015赛季开始 成为最具实力的挑战者 这一点同样离不开大笔投入的支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金元足球 恒大是始作俑者 而上岗是诸多挑战者中 最接近的一个 这一点从竞技层面也能看出 20117赛季 上岗在三条战线对恒大发起冲击 并且与足鞋杯和雅冠联赛淘汰对手 此后一年球队更是在天河奠定冠军基础 就在当时 外界不会想到 这个冠军 同样也预示着金元足球时代的一种短折 2019赛季初 上岗将自己的当家射手无垒送往西班牙 同年年末 来自中国足鞋的首轮四大茂新正正式出台 一年之后的丁天 新一轮现新政策紧随其后 在这其中 上岗队长胡尔克的挥手作别 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到目前为止 即便是中超第一集团的球队中 基本上也只有一名真正意义上的顶级外援 上岗在今年引进的两名外援中 无论是洛佩斯还是穆依 在身价上与当初的奥斯卡 胡尔克相比堪称平民级别 至于广州恒大 如今在国内球员市场上的行动也不再如当初那样利落 保利尼奥塔利斯卡这样的外援尚且不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反倒是对中几名花费高额的规划球员如何处理 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而随之衍生的另一个问题在于 所有这些规划球员中 又有多少能够实现为中国对冲击世界杯贡献力量的初衷 如若不然 当初的一系列决策 或许将被打上持久的问号 中国足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 2019年8月 中国足球诞生了第一位专职主席 他的名字叫陈虚元 从上海港的一位普通工作者 到集团董事长 陈虚元的奋斗历程堪称励志 然而 在前往中国足协之后 陈虚元曾经的身份头衔 却为少为人议论 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 彰显了当下中国足球的舆论环境现状 在前不久的中国足协职业联赛专项治理会议上 陈虚元的一句良心已死骂 成为外界关注的热点 由于在任职上岗集团董事长期间 上岗俱乐部曾牵连引进了 胡尔克 奥斯卡这样的超级外援 因此当陈虚元表示 中国足球要去除晶圆足球的虚荣外衣时 受到了不少指向性明确的议论 对于自己身份转变之后的一些变化 陈虚元自己也做过宣誓 我在俱乐部的时候 曾经讲过不太赞成 非中国协统的球员参加比赛 我觉得中国足球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完成使命 到了足球之后 如果我们能够规划一两个核心球员的话 那么就有打进卡塔尔世界杯的可能性 我的内心非常挣扎 要不要去争取这个可能性 目前所采取的的想法是争取这个可能性 所以各个俱乐部规划了几个没有血统的球员 上任之际 陈虚元曾这样说道 如同他口中现实与长远总是会有矛盾一样 身份转变所带来的目标 也在无形中会产生不同 在上岗俱乐部 这位上岗集团董事长按照俱乐部的整体诉求打造球队而在足协 他这位主席所需要面对的 是中国队短期乃至长期的规划 各种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国足协推出一系列新政 以及陈虚元成为中国足协主席之后 外界自然而然会用不同的眼光 看待上岗俱乐部 这不难理解 倒是一些不太被反复提及的规则细节上 上岗反倒是最严格执行中国足协新政的一员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今年赛季前的一波减薪潮 这点上 上岗非但没有打擦边球 反而做了坚决执行 维护好中国足球整个的财务体系 陈虚元用了壮士断丸 表达了自己与各俱乐部学策人的决心 对于始终在尝试 始终在调整 始终在改变的中国足坛来说 多一点决心坚实一下 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 规划这副要不灵 冲世界杯的考出新 即将到来的2021年中 对中国足球而言 最关键的头等大事 无异于明年三月开打的是预赛 受疫情影响 中国队在今年没有踢过一场国际级赛事 今年5月 球队在上海进行了一次集训 并且与上海两队各踢一场热身赛 明年1月 国足预计将在海口集结进行东训 这将是李铁继续磨合球队 考察人员的机会 这一年里 主帅李铁来往于两个赛区的极格球场 现场观看了绝大部分场次联赛 目前国家队的雏形 国足教练族已经心里有底 不过在个别位置以及一些规划球员的选择上 国足还需要一些斟酌 在规划克希拉仪式上部明朗之前 国足目前拥有的规划球员 其实还是已经办好手续的那几名球员 从实际来看 真正能够对国足起到极战力帮助作用的 无外乎里可讲光泰阿兰以及费南多 而像洛国父这样在联赛中都先有出场机会的球员 拜克森状态又不稳定 预计很难成为国足所仰仗的对象 有消息表明 在特谢拉规划仪式上 或因巴西人经济团队要价太高 或因涉及国家队未来建设考虑 目前此事处于暂停阶段 这同时也考验着国足现有人员对冲击之后 是预赛比赛的决心 对中国队来说 拥有特谢拉固然是强力补充 但没有特谢拉也应该全力以赴许拼搏 目前大部分国脚都处于28岁到32岁的当打之年 此外也有如维师豪等年轻球员补充 当然 即便最终事与愿违 中国足球乃至所有球迷 更要继续努力 同时将目光投向未来 足球本就是一项十九负诸型的事业 真正做到我代国足如初恋 不仅是中国球迷不变的情感 也是每个足球人共同的良心 对吧 是